我們這段影片已經介紹到如何匯入聲音檔案 剛剛也遇到了一個問題就是關於取樣頻率的問題 就是我們一開始建立的新檔案的取樣頻率是48k 那如何去確定? 因為你從目前看到的畫面上面其實你是沒有辦法確定 因為你可能會忘記你一開始檔案的k數是多少 那你可以從setup這邊會有個session 它會告訴你現在目前的session的資訊 你會發現你就可以從這邊開始看到sample rate 那這個就是等於說我可以從一開始建立新的session的時候 你就要去做設定 通常我們在sample rate就是48k 那如果你沒有這個需求的話 你還是可以改成44.1k 那這樣你在匯入一些CD轉出來的WAVE檔或MP3的時候 可能就不會產生需要轉換的狀態 你可以從session setup這個視窗去確定你目前的整個session的設定值 這就是第一個要注意的 那當然你在開啟新session的時候 你也要注意這件事情 就是你的48k simple rate的設定 所以到這邊應該是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一開始就有介紹過 simple rate這邊48k 稍微提醒各位就是不要忘記 因為你在匯入檔案的時候 有時候會遇到一些關於sample rate的狀況 對,好 這就是所謂如何去確定你的sample rate 對,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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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